国际知名大导演来台取景拍摄 就在29号这一天 发生棚井屋顶倒塌 造成工人一丝两伤 原定电影30号正式开拍 也暂停喊咖 整个片场空荡荡只见两三名工人 拿着垃圾袋在清理环境 其中因为工作身亡的 陈姓工人家属 也赶到现场进行招魂仪式 家属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之下 来到事发地点发失现场招魂 而原定30号要进行的开镜仪式 也跟着暂时延后 演员蜘蛛人安德鲁加菲德 也已经抵达台湾 和导演进行开会 我们准备要拍的东西 我们会暂时暂缓一下 然后再进行拍摄计划 他们会停在台湾 发生倒塌意外的地方 其实是民国83年 以前就寄存的违建 而监管处到达现场会看后发现 电影公司所搭建的17处棚井 其中有6处都是违建 过去拍摄电影进行 搭棚井的部分都会